7点19分早安气象时间 观众朋友要注意 现在秋高气爽的天气 早晚的温差会越来越明显 首先三个来人包 重点先提醒您 在午后中南部山区 会有一些午后雷震雨 尤其最近地震频繁 土石松动 没有必要的话 先暂时不要前往山区 还有天气的部分是 白天暖偏热 但是早晚感受有良意 所以要开始调整穿着了 再来就是低压带里面 有很多的热带系统发展 我们就要首先带您来看到 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 热带性D7RTD18生成了 不过以它的目前路径来看 会往日本来前进 对台湾的天气 并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可是我们还要特别关注 在菲律宾东方海面 还有一个低压 美军将它命名为95W 那么黄色的意思呢 是代表说它近期的发展涌现 而且呢 它现在成台的机会 看起来是比较低的 未来它会怎么走呢 地面图带您来看了 看起来会逐渐的往菲律宾移动 而且到南海的位置 所以说可以明显的看起来 跟前几天相比 它的路线呢 是比较往南偏了 那么当然还是对我们会有一些影响 稍后带大家来看 还有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现在进入秋天的季节 北方的大陆冷高压 也越来越强势了 而它未来的移动路径 也会慢慢的出海变性 所以说对我们的影响呢 就会吹偏北啊 到东北风 应封面 北部东半部地区 就要留意了哦 水气会变得比较多一些 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到 从礼拜五到礼拜天 也是周末假期 大家非常的关心 可是要提醒您 这个周末看起来是这一周 水气最多的两天 主要呢就是刚刚所说的 礼拜五开始 东北风要增强了 所以说北部还有东半部 甚至在恒川半岛 也因为刚刚提到的低压 带来一些水气 所以说都会有短暂的震雨 特别是在礼拜五晚上 到礼拜六这一天 基隆北海岸宜兰大台北山区 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较大雨势 还有现在我们刚刚提到了 有一些扰动在萧萧长长 我们要持续为大家来关注 那么回到今天天气呢 来看温度的部分 来看到今天最低温 是在苗栗的西湖18.9度 而昨天各地高温普遍 还是有在30度以上 跟今天清晨污点的低温相比呢 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温差 所以说可能都会差个6到8度左右 早出晚危机的多加件外套了 至于降雨的部分呢 今天只有五后离阵雨 会在中南部山区 局部零星可能会有一些较大雨势 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 空气品质的部分呢 则是要特别关注到 在中部以南不是太好 特别是恒川半岛地区啦 高屏可能会亮出橙色提醒 这对过敏族群来说 感受上是不那么舒服的 所以说今天出门在外 记得口罩还是要戴好好了 最后带你来看各地的天气资讯 北部地区今天高温在28到30度 多云道晴 中部地区高温31到32度 南部地区高雄屏東要留意空气品质威胁 宜兰22到30度 花东地区30度 那么离岛地区呢 也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这是这一节最新的气象资讯